找到杨坚,在没有发现人之前不可打草惊蛇,任何可能走漏消息,或者是引起杨坚注意的人直接杀了,行动只能一次成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记住,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能出其不意,务必一击必杀。 王小强脸色严肃,带着足足20多位专业人士行走在小区的道路上。遇鬼者只有他和叶峰。其他的都是普通人,可尽管是普通人,他们也是经过了专业训练的,处理不了灵异事件,但却成功了解决了不少遇鬼者。 人和鬼比起来,相对还是脆弱得多。而且每个人都带着特制武器,全部都是道上的精英,光是请动这些人王小强就花了足足两个亿。当然,比起让请叶峰出手的代价,这两个亿算少的了。 这群人来到小区之后,很快就分散开来了。或伪装成游客,或伪装成了购房者,或伪装成了这里的工人。 二十几号人放在这么大的一个小区,丝毫丝毫不起眼。让他们找到杨坚,我就先不露面了,如果能靠他们解决的话,那就最好不过。 叶峰笑了笑,站在一旁抽着烟,一点也不焦急。王小强道,如果能这样顺利的话我也很乐意见到。 不正面对碰,对自己也有好处。杨坚的鬼欲他领教过了,是一个很难缠的家伙。 不过拥有鬼欲的人,大部分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自身相当的脆弱。 这种能力和特殊,使用的代价很大,相应的历鬼复苏的时间就会变短,自身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只要方法得当,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杀。 很快,就有几个特殊人员通过询问找到了这里新的寿楼部。杨坚住在这里的话,寿楼部的人肯定知道。 一个带着几份外国面孔的女性开口说道。 她叫戴希,是一位混血雇佣兵,因为国外的环境不好,并不适合发展,她选择来到了亚洲,加入了一家公司,成为了一位专门猎鱼鬼者的人。 先问出地点,然后实行计划,按步骤来,任务目标活下来的几率不会超过30%,杨坚的资料我看了,只是一个学生,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很容易成功的。 一位叫孔丰的男子说道。 旁边一人笑道,怎么? 孔老大是要实行你那个什么三段猎杀计划? 名字挺唬人的,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配合行动就是了,费什么话? 这个叫孔丰的男子沉生喝道,现在还嬉皮笑脸,要是计划不成功,我们这些人都得死,真以为这笔钱那么好赚吗? 也不看看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你是这次行动的指挥,你说了算。 那人怂怂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几个人来到了售楼部,销售人员立刻热情接待,几位是要看房子吗? 我先随便看看。 孔丰道,其他两个成员这个时候开始向售楼部的人打探阳间的位置。 本来阳间的位置早应该在来之前就能确定的,可是这整个小区还没有装监控,没办法通过科技手段寻找。 这几个人怪怪的,不像是来买房的。 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透过玻璃门,正在工作的江燕,看了一眼,然后开口道。 江大美女,别人怎么不像是买房的了? 那女的像是外国人,而且身上的穿着都很正式,像是有钱的样子。 旁边一个女同事笑道,同时带着几分奉承,巴结的语气。 寿楼部谁不知道,这个新来没几天的江燕是那个阳间的人。 而阳间则是关江小区的大老板之一。 对普通的员工而言,江燕自然有着非比寻常的地位和身份。 正式是正式,可是给我的感觉他们像是保镖之类的,有点严肃拘谨。 江燕道,我敢打赌,他们这几个人肯定不是来买房的,可能是捣乱的。 这大白天的谁会来这里捣乱? 旁边的女同事摇头不信,而且就算是来捣乱的,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 也许是秦老板和前老板派来的。 江燕想到,他通过替阳间整理股份、资产, 已经清楚了阳间和张显贵之间合谋用一个最低价购买了其他两位老板的楼盘。 这要是其中没有猫腻,他才不信。 以自己对阳间的了解,那两个老板肯定是受到了胁迫,事后肯定是不会甘心的。 你那是胡乱猜想,别想得那么复杂。 江燕觉得也对,也就继续工作,没有去多想了, 可能和阳间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神经有点敏感吧。 对了,我听说有一个叫阳间的人在这里买了房子,价格还挺便宜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 戴希用熟脸的中文,笑着问着一位销售人员。 你说阳间,阳总啊,阳总哪还要买房,这小区有近一半都是他的。 销售人员有些羡慕道。 戴希道,哦,那阳间住什么地方? 你问这个做什么? 销售人员道,就随便问问,我是阳总介绍来的。 戴希道,销售人员看着这个混血美女,不怀疑其他道, 阳总住在原先的那个寿楼部里,现在改成了庄园别墅,不过就是不知道阳总人在不在。 是这样,那多谢你了。 搞定,阳间很有可能在原先的寿楼部。 很快,一个消息传了出去。 立刻,散落在小区内的行动人员开始向着阳间所在的地方汇聚。 孔风见到消息已经问到了,便找个理由带着两人离开了。 不过刚出门的时候,一个年轻小伙子,就拿着一个手机一边拍一边走过来,老铁,没毛病,这是我家的寿楼部,够大部。 有大昌市的老铁吗?欢迎来关江小区买房,抱我张伟的名字可以打折哟。 是退给打折吧,伟哥滚蛋,我要看腿哥。腿哥在吗,腿哥在吗? 我有一笔大声音要和你谈。 伟哥的屁股又翘又白,隔壁小孩缠哭了。 老大这个人在直播旁边的艺人看着张伟拿着手机拍过来,脸色一变,看向了孔风。 他们这次行动可以暴露,后果公司会承担,但是样子不能被暴露,否则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不用理会。 孔风目光一动,直接路过了张伟。 可是张伟这个时候却一转身拿着手机跟了过去,老铁们别着急,现在我就去腿哥的家里,顺便给你们看看腿哥家里的大宝贝,记得双击关注哦。 老大,他跟上来了。 戴希道,他好像也是去杨坚家,可能是杨坚的朋友。 孔风,我这边已经确认了,杨坚就在别墅里。 无线耳机里,传来了一个消息。 孔风立刻下了命令,阿海,解决他,不要让他影响计划。 没问题。 那个叫阿海的人员笑了笑,立刻转身走向了跟在后面的张伟。 兄弟们,真不骗你们,腿哥真的有一个大宝贝,可得尽了,绝对会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体验。 张伟对着直播尖道,他决定让这些网上的土包子,见一见鬼境。 相信一定会非常有趣的。 朋友,直播呢? 阿海笑着拍了拍张伟的肩膀。 干嘛? 张伟道,阿海这个时候立刻抢过了手机,然后直接摔在地上,摔了粉碎。 我靠,你这家伙敢欺负到我伟哥头上,真以为伟哥吃素的,信不信我? 话还未说完,阿海便捂住了张伟的嘴巴,一柄锋利的匕首刺进了他的脖子。 吸,小点声,没事的,放轻松,睡一觉就好了。 阿海面带微笑道,一边安慰,一边拖着张伟走进了旁边的绿化带。 不一会儿功夫,阿海甩了甩匕首上的血迹,轻轻松松地走了出来。 解决一个普通人对他而言还不是手到擒来。 解决了。 孔风看了看手中的表,既然如此那赶紧开始准备三段猎杀计划。 我曹李奶奶,敢拿东西捅你伟哥,真以为我没武器啊。 可是下一刻,张伟又从绿化带里钻了出来,脖子一边喷雪,一边拿着一把手枪对着阿海连连开枪。 小心,他手里有枪。 戴希一惊,阿海刚一回头,就立刻中了好几枪。 这么近的距离再烂得新手也能打中人。 我打死你,真以为伟哥不会玩枪啊,我拿手枪可是灭过队的,张伟话还未说完,就又倒在了地上,身体抽搐,气息渐渐全无。 阿海此刻也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喘着粗气,脸上没有露出痛苦之色,只是不断地冒着冷汗,颤抖着。 该死的,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而且他手中你为什么还有枪? 戴希又气又恼,不明白为什么张伟会突然活过来,又拿着一把枪。 查看了一下阿海的伤势,很糟糕。 回光返照,不奇怪,毕竟他是用冷兵器杀人,一下子没杀死很正常,而且这个人手中拿的枪是特制的,专门对付遇鬼者用的,应该是杨坚给他的,早就警告他了别粗心,这下沟里翻船了吧。 恐风脸一黑,居然被一个普通人干掉了一个成员,真是出师不力。 而且枪一响,会不会影响计划还难说。 把尸体稍微隐藏一下,别管了阿海了,中了三枪,全部命中胸膛要害,没得救。 我们要用来的兵器杀人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